碱性水是什么水 普通水的pH值因为地区的不同 所以差异比较大 一般来说 黄河以北城市饮用水均为弱碱性 pH值7.5左右 水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 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 自来水一般 pH值性为中性pH等于7 但因为水中其他的溶解性物质 例如天然矿泉水中的溶解的矿物质种类 会使得其酸碱值产生不同 我国对于碱性水是有明确定义的 根据国家标准水文地质术语中给出的定义 pH值在6.4以下的水 称为酸性水 pH在6.5至8之间的水 称为中性水 而pH值在8.0以上的 才可以被称为碱性水